181 《蘋果日報》 評論 《香港於無聲處,可有驚女?》 2015年7月18日專欄專論A04社評理而雨傘之後 經歷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6.18狂小 突然變成了無聲的香港 八時28分的戰果使民主派一下子失去了焦點 似乎不知道自怕來要如何回應香港在政制不變中核心價值繼續淪落的局面 不少支持民主的市民也感到沒有出路的迷惘 中共遭逢意想不到的硬任務頓挫 活來得及反應卻立即要應對大陸的股市危機 梁振英黃恐中主動到北京求見 獲得的指示中共不予公開的私下安撫 而最高領導的最終意向未明 香港局勢模糊 香港人為什麽不生氣這時刻爆出沿水事件 梁振田既沒有立即承擔監管不足的責任 更不敢向總承建商中國建築追究 第一時間就社博給一個水喉像 直至昨天 大概獲知中國建築指述三樓國企 梁振英才自我否定他的初步結論 表示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民非水火不能生活 這莊牽涉最根本民生的事件 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會遭到強大示威抗議 政府回應稍有差池就會落臺 但在香港卻出其地反應冷漠 對梁振英未經調查就說原因是水喉像 用含原的物料汗接水管 或政府依觀說一生拉環計 短期飲用原水不會有即時毒性的說法 香港人為什麽不生氣 這不免使人感到悲哀 但香港不應該這樣 雨傘運動能夠讓香港數十萬人自發走上街頭 不計個人安危與得失 再佔領驅作敏明義務司的抗爭 不可能在一場狂笑之後 什麽成果都沒有得到就變得麻木 原因很可能是缺乏帶頭人 民主派在否決政改後 不僅未能整合 也未能再招於一個共同的視點 在建制派脫落而互督背職時 民主派沒有誠性追擊 在暴力救市 高鐵超指兼無限延期 三跑開始拼財務顧問 而尤其是原水事件 這些涉及經濟民生的重大議題紛紛出現時 民主派政治人物不是缺席就是反應不足 原水事件除民主黨外 其他政黨包括本土派 幾乎沒有任何行動 將高鐵這樣的大超指 根本就應該叫停 但民主派無恥意向 輿論無恥壓力 市民也似乎眼白白看 而X百億公帑奉送給中港融合 沒有帶頭人 缺乏有錢或有力人士 小市民的力量能否回集呢 奧巴馬憑網絡和小雅捐款 打敗了希拉莉和共和黨 登上總統寶座 台灣的河文哲 跳脫藍綠的九角 以獨立人士當選台北市長 據了解 他的競選總部工作區 沒有接待基層的炮查槍 沒有撓紅紅的聲音議論選情 沒有按名拆打吹票電話 所有的工作人員 個個在電腦前打字 滿失尋證 一場無聲的撕殺 在網絡和Facebook等社交平台展開 取代了與傳統媒體的聯絡 監於英文媒體的倫落 由居港獨立記者 5月初在眾籌平台發起集資 開辦獨立英文網媒 HK Free Press 反應熱烈 籌款目標15萬元 結果超額籌得58.8萬元 並已開始運作 監於現在的主流媒體和網媒 花大量時間爭奪線情故事和忙於更新 你有我有的即時新聞 以門作廣告客戶渴求的點擊率 GVB 前記者吳曉冬打算透過網上籌款 成立手間屬於香港人的通訊社 Effectwire 事實傳真通訊社 目的是通過調查和大數據去揭露重大新聞背後事實 讓公眾了解真相 他表示 通訊社會已高薪聘請行內調查報道的高手 出任記者和調查主任 就涉及公眾利益的事件作調查跟蹤報道 比如高鐵工程嚴重超之和言誤 真正原因是什麽 目前主流媒體不會把偏才資源花在這種報道 但這種深度報道才是最重要的社會監察 吳曉冬希望用六十天籌集三百萬 以應付一年的開支 這一年將免費把深度採訪的報道提供給香港和海外各媒體 倘若有嬌人成果 一年就向各媒體收費 他們不接受廣告 也不接受大額投資 如果你也覺得香港需要有這樣一個獨立 而真正挖掘各個社會關注問題的真相的通訊社 如果你也覺得有關香港的深入報道需要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那麼請考慮進入以下網站 HTTPS 測線 測線 www.frangebooker.com 測線 ZH 測線 TW 測線 Projects 測線 Factwell 測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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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線現成規律有可能打破在大部分媒體 你因生存空間而不得不赤花或至少向強權妥協的時候 不要以為必須有巨大財力才能辦傳媒 不依靠過去靠廣告生存的方式 依靠覺醒的民眾 也有可能辦一個新媒體 不要以為區議會的傳統勢力和街坊利益的取向勞不可破 不要以為缺乏之名道或財力不能參選立法會 如果你完全沒有設想過的6.18事件都會發生的話 那麼就沒有事情是不可能的 任何現成規律都有可能打破 想起老順斯 萬加密面沒好來 敢有歌淫動地哀 深是浩茫連廣語 於無聲處聽驚慮 香港在幾乎無聲的情況下 爆出了雨傘運動的驚慮 我們也可以期待於無聲處的今天 在傳媒、青年參政、新認識的社運 響起一個個春蕾 HTTPS 尺線尺線 www.facebook.com 尺線mr.lee 李宜週一至週六看出 李宜週一至週六看出 李宗主一至週六看出 李宗主一至幾乎 有名的新聞